先看看 要叫你 對 8、5、3、8 其實如果這些牌子… 磨煙 磨煙 我先不要磨那麼多 3、8 先磨3、8 不要磨那麼多 8、8、8 8、8 我開始捉到Eric那一套 是甚麼 亂來 我怎麼亂來也不夠你亂來 你來吧 加油… 千二 好 學術地討論吧,他應該沒有牌子 他沒有甚麼籌碼嗎 沒有甚麼籌碼? 那我們全入吧 全入 好 先給牌子 很厲害 召喚 召喚 好,開牌… 帥氣一點… 不要亂,你會贏硬的 很甜蜜 拍拖子 糟了… 1、2、3、3、4、9 3、9,你也贏了 3、9,救到你… 3、9,救到你 不用受賺 沒問題 好,很害怕 好… 我輸沒問題 不是,因為我籌碼比他更多 對,你比他更多 對,你更多,反正他更多 現在你認真 等一下,我想說 你需要將籌碼平均 大哥 這樣才比較好玩 等等 你會玩嗎 拿著小衣服,你叫我全入 會玩,我不用輸給你了 大哥,你真的不懂得玩 好 四八… 我這次很漂亮 我不會再相信你 四八,很漂亮 你別妨礙我,Hanson 四八 對不起 平時他就是這樣兇我 四八 所以你們經常看到我… 打電話 是錯的 今天認識Alex 原來你老公也挺有氣勢 挺英俊 四八,打電話 你現在到了 檢查 我檢查,檢查 明白為何你會選他 我會選他 這麼多花 為什麼 桐花筍,讓大家看看 你這次真是說 你的桐花筍 心直女生 你跟着我說 我開始有桐花筍了 剛才沒有說 因為我做不到整隻桐花筍 因為它是三隻桐花筍 好的… 整隻… 三隻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麼 我怕他 真是不懂 他那隻桐花筍,我看不到 整隻和三隻 檢查 我可以打電話,是嗎 先打電話 你可以先打電話 先打電話 老公告訴你 好 先給你一個考驗 好,七、八 他說給我一個考驗 剛才我們應該把他帶回頭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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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Fo? 你挺聽話的 有桐花筍的牌子 你看錯了圖案,阿Fo 如果之後推出那兩隻 是桐花筍,怎麼辦 斜 你很會斜 家裡不是經常用這種招式嗎 斜 我突然很想跟著 跟著一隻 七百元看一隻 我可以七百元看一隻嗎 你喜歡吧 都說他出了甚麼 敗家 好… 如果我拿回來,怎麼辦 刺過… 刺過 有多少剩,我不知道 刺過很多次了 等等 老實說 你算了 檢查 甚麼算 檢查吧 檢查吧 檢查… 再拿一隻 檢查 這隻還有氣草 甚麼事?很大事 這隻也有氣草 真的?七百元 一隻牌也關你的事 九十元 我要九十元才行 檢查 不要,他… 他異童聊,他也在計算 會否吃 檢查 你打甚麼我也跟著 我不相信 真的? 檢查 我就不打甚麼 你甚麼也跟著 女朋友 好 各位觀眾 七百元 真的有 七百元 他真的看錯了 以為是洪心 不是 他跟我說同話 真的嗎… 你想贏嗎 想 可以跟著吧 對,不要給那麼多氣 不要給那麼多氣 五百 不是,四百 四百元 四百元 好,我放了 我們兩個了,認真 他大了… 一千 神經病,撐你 好 你為甚麼要一千 兩千元,撐你 對 即是再大力 先做一個 好 再做一個做誰 這個C令很厲害 好 他很吸手 好 支持你 方力申 做甚麼我都支持你 一千、二千、三千、四千 對 支持你 就憑你這個鷹鼻 支持你 你這麼說我也去吧 我真的有點小小 總共四千 五千 不用看,檢查 好的 何老公 支持你 這個 贏了,買你出碟 五千 好,留給Eric交給你 好,全入 因為都沒有了 你全部都全入了 召… 好,開 煙九 不是,煙八 你是不是煙傾 甚麼都沒有 甚麼 沒有,輸了 我幫你開… 你自己開吧 我老公喊得這麼有氣勢 他喜歡我的懲罰,一起懲罰 沒理由留得說我一個 別碰我 等等 你… 開了嗎 你懂得說嗎 你看到要趕下班嗎 還有機會,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是留給他 對 對,煙烏魯 做夫妻最重要的是甚麼 做…你首先要弄清楚 澳洲共濟 不是,你首先要弄清楚 給我一次… 拼十大一點還是拼煙大一點 你剩下五百 你還剩下五百 還沒輸一載 還有… 一輸一載嗎 還沒…我剩下五十 找回來了… 你找回來了 我剩下四百五十 你還剩下多少 我剩下四百 太好了… 追人追的是甚麼 局底反彈 不,等一下 我不想再相信你 我覺得你不好 沒有,你一定要出 你是不是也要拼煙 等一下,男人真的信不過我 我現在相信 這樣不拼煙嗎 加四百 你現在鋪就沒用了 只剩下五十 下鋪就沒用了 對了 Thor,你和媽媽 為甚麼 等我 還中數筋搭錢 全入吧 不要緊 Thor力申贏了我們五千 之後他會買我的碟 撐回我 當然會了 好… 全入你嗎… 好 把牌給我 我全入… 我全入你嗎 我全入你 不是… 我呢 我的牌,你做甚麼 全入… 跟我一樣,幸好沒有全入 我也是二、六 你只有紅心可以救你 真是… 為甚麼 不是… 真是… 三隻… 四隻也救了 四或所有紅心 很大,有很多客戶 上去… 沒有了 很接近… 贊甚麼… 贊紅心 紅心或四隻 是 我們現在是否打和 坐下吧 我們繼續聊天 老婆打得好嗎 這些事不要在鏡頭面前說 一開始我沒有聽你說的時候 我是贏的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 我是懂得玩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甚麼 我也有這個… 不懂得玩的運氣 我覺得某程度上有很多東西 都是靠天的 即是你的手牌 好不好 真的最後出來那張牌 才可以決定你的命運 對 我就是這樣贏而已 好難道